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于将军足立家的一门 所以他们家的正式家文是这个 二一两 咱们讲过金川一元 他们家也是足立家亲族 也是用这个家文 那么对上家因为与将军家的关系 世代承袭宇州探提的职位 这个探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管制 在连仓时代就已经设立 在十厅幕府时期一共就四个 分别是九州探提 中国探提 宇州探提和澳洲探提 这四个地方原先都驻有重兵 分别有四个探提总领当地军政大权 也就是说他们四个就可以镇守整个日本 有点像咱们清朝时期的总督 后来随着师庭幕府的没落和下克上的盛行 探提们都开始形同虚设 只是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 尤其到了战国时代就更别说了 因此来说 这白寿属于出身名门 1560年 14岁的白寿袁福 授领将军足立议徽的偏会 取名最上一光 因此也称为袁武郎一光 他有一个妹妹叫最上一基 在1564年的时候 嫁给了澳洲探提 伊达家的家都伊达徽宗 后来就生下了伊达家长子梵田丸 就是日后的澳洲笔头伊达正宗 据说这一光自小就骁勇聪慧 56岁的时候啊 就长得跟十二三岁的大孩子差不多 16岁的时候呢 就可以一个人抬起七八个人 才能抬动的巨石 在后世啊 人们通过一光的甲咒推断出 他的身高大约在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 在当时算得上是小居人了 传说呢 在一光圆服后不久 与父亲一起去泡温泉 结果呢 当天晚上 父亲和一众家臣喝得酩酊大醉 正好在深夜有一群强盗入侵 一光察觉此事后 并不着急大声喊叫 反而是起身上前 与歹徒的两名首领搏斗 结果将他们打成重伤 其余强盗一看啊 这小子这么猛 纷纷逃散 等父亲醒来得知此事后 积极赞叹 我儿竟然如此骁勇 随即将家传的宝刀剔切 赠予一光 以表示对一光的肯定 虽说一光非常的优秀 但是父亲却更加喜欢 赤子最上一时 原因就是呢 当时的最上家 作为宇宙探题的实力 早已经不复存在 其属下的各豪族和国人 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 而父亲最上一手的认为 应该与他们缓和关系 维持现状 以途日后发展 最起码呀 能保证本家不被人家 急火消灭 而一光的想法则不同 他认为应该强硬的 应对这些人 重新建立起最上家对宇宙的支配权 结果时间一长 夫子俩之间就产生了隔阂 父亲一手甚至一度想让赤子一时继位 1570年 爷俩纷纷摊牌 正式对立 剑拔奴章 最上家眼看就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好在家中老臣 世家定职 拖着病体向一手进言劝说 最终爷俩达成协议 父亲一手隐居 一光既任家都 以保证最上家的和平 可是一光上台后 开始放开手脚 对属下的国人和分家频频出手 这样又引起了一手的担忧 于是在1574年 已经隐居的一手 写信给自己的女婿 澳洲伊达徽宗 让他出兵一起 与自己的儿子对抗 次子最上一时 也再度兴兵 想要争夺家都之位 一光这边也不示弱 集结支持自己的家臣 与对方展开了激烈的武装冲突 最终 在绝大多数家臣和国人 都反对自己的情况下 一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他冲进地底一时的居城 将其斩杀 确保了自己的家都之位 这场动乱 因为发生在天政年间 所以被称为天政最上之乱 平定最上之乱 虽然让一光坐稳家都之位 但是整个初语的分家和国人 都仍然反对一光 其中以最上巴顿和古地城城主 百鸟长久为代表 这个最上巴顿不是一个人 他是初语内八个氏族的同盟 原来他们都是最上家的分支 后来为了抵御澳洲伊达士的进攻 而组成联盟 因此称为最上巴顿 巴顿的盟主是天同士 经过一场动乱的一光 逐渐明白 对付这些人 盲目的强硬是不行的 看来父亲的话还是有些道理 于是他开始施展出自己 狡诈圆滑的一面 1577年 在打退最上巴顿的武装对抗之后 一光迎娶了天同士的女儿为侧士 以此与最上巴顿达成了暂时的和解 这样一光便有了功夫逐个收拾其他杂鱼 第二年上山城城主 在伊达徽宗的支持下向一光发难 一光凭借自身的勇武将对方痛击 然后趁势出兵小舅子伊达徽宗 两军打得难解难分 眼看自己这点家底就要丧在这了 这个时候一光的妹妹最上一击忽然赶到了战场 一击劝说两人 一个兄长一个老公 都是一家人你们思吧什么 两边呢也都挺听话 赶紧顺着台阶下来 互相签订了停战协议 这最上一击呀 其实也是为了救自己哥哥来的 一击有个名号叫出语之鬼击 当初呢 把他嫁给伊达徽宗 其实最上家没安好心 是想着等一击嫁过去生了儿子之后 立即将伊达徽宗谋杀 然后一击带着儿子回到老家山形城 想以此来控制伊达家 也就是说一击其实是充当间谍的 这一听说自己的哥哥就要被老公打死了 才赶紧赶到战场救火 一光与一击的兄弟关系非常好 关于一击呢 多说一嘴 一击在生下一打正宗后 很显然没有按照原计划杀掉徽宗 但是以后啊 他跟正宗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好 反而是更偏爱小儿子小次郎 其中呢 可能是嫌正宗长得丑 因为他小时候换天花 而导致右眼溃烂 后来又有传言说正宗是父 父子子孝嘛 一击与正宗的关系更加不好 再后来正宗为了拓展版图 经常与舅舅一光开战 使得一击呢 在中间也很难做 因此啊 在1590年 甚至传出一击要下毒毒杀正宗的事情 当然啊 这些都没有确切的记载 我觉得啊 很可能是因为正宗的弟弟小次郎要篡位 被正宗杀了 一击呢 对这件事肯定非常不满意 再加上平时母子二人关系就挺紧张 所以啊 难免有一些传言 后来一击啊 也忌惮正宗的冷酷 从而出走 回到了老家山形 可是到最后啊 母子二人的关系就很好了 两人的通信呢 非常亲密 正宗不仅将一击接到了仙台凤阳 而且在一击死后 为了悼念自己的母亲 修建了宝春院 并且亲自为她制作牌位 如果真的是曾经想毒杀自己的话呀 不可能还恢复成正常的母子关系的啊 好了 闲话说多了啊 咱们接着说一光 靠着妹妹躲过一劫之后 一光在1580年 通过策反上山家的家臣 使得上山家混乱 一光趁机出兵 攻灭了上山市 随后的几年 一光将一些小杂鱼逐个击破 终于在1584年 开始收拾难啃的骨头 当年一光先是假装生命 将古迪城城主 百鸟成九 骗到了山形城 说要向他交代后世 百鸟一听 乐得合不拢嘴 宇宙探提的位子 他寄予许久 当时啊 他甚至去巴结如日中天的支田信长 希望信长 能把宇宙探提之位授予自己 如今呢 一光说要向自己交代后世 等你死了啥后世 不是自己说了算 这百鸟呢 也并不怀疑有诈 因为一光呢 早就让长子最上一康 娶了百鸟的女儿 两家啊 结成了同盟 于是啊 百鸟长久 屁颠屁颠的来到了山形城 只见一光在病榻上颤颤巍巍 一副马上就要见阎王的样子 百鸟一边乐着一边来到床前 跟一光说 兄弟啊 你安心走吧 后边的事我来办 水城墙话音刚落 一光就蹭的从床上跳起来 手中不知何时握着一把钛刀 二话不说 向百鸟砍去 百鸟的血从枪子里 如喷泉一般的涌出 连屋内摆放的樱花都被染红了 因此呢 人们都说 山形城的樱花是血染的 当然呢 这些场景都属于后世的创作 和我个人的意淫 但是啊 一光刺杀百鸟长久 却是毫无疑问的 淡掉百鸟后 古力城被一光收入囊中 接下来该收拾最上巴顿的盟主 天同士了 由于迎娶的天同士侧氏已经去世 最上家与天同家的和平 也早已经荡然无存 一光在同年出兵天同家 结果呢 遇到了猛将炎则满炎的抵抗 一光感念满炎的勇武 于是将自己的女儿松伟姬 嫁给了满炎的长子 满炎父子皆归顺 失去猛将的天同士 根本不是一光的对手 天同家灭亡 最上巴顿彻底瓦解 一光终于完全掌握了最上郡 一时间一光在出语国风头无两 因此人们称他为出语之乎 一光不仅骁勇善战 善使谋略 而且喜好文学 擅长连歌 传说一光有一次在战场上非要单击冲入敌阵 可能是老是在后方指挥啊 身子骨痒痒 想要上战场过过瘾 旁边的家臣呢 死命求情 一光就如不听 二话不说冲了进去 一会儿的功夫提着两个脑袋回来了 家臣见他平安归来 痛苦流涕 说您拿着两个脑袋给谁看呢 这俩脑袋有您的性命值钱吗 咱们身为总大将 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 一光一看 家臣生类俱佳 心里也很感动 于是赶紧将两个手机扔在了一旁 据说一光在战场上杀敌用的铁棒 被保留了下来 这根铁棒重达1.8公斤 是普通五十刀的两倍重 可见一光的武力值不低 而平时的一光在古典文学上造诣颇深 喜欢收藏字画和艺术品 而且鼓励家臣们加强文化修养 并且邀请很多文化名人来到山形 与他们一起对连歌 他甚至还能为连歌的相关书籍做注释 这要没点水平可是做不了的 由此可见一光之才能 更难得的是 一光平时非常爱惜士族和家臣 他曾经说 大将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把折扇 连接扇谷的枢纽就是总大将 就是我 扇谷就是雾头 就是这些骨干们 而扇面就是士兵了 扇子缺少哪一个配件都不能用 所以这些士兵就像我的孩子一般 因此在一光会下的士兵和家臣 很少有出逃的 1590年 一光享用猴子的命令参加小田园征伐 可是因为正赶上父亲最上一手去世 为了给父亲准备葬礼 一光迟迟不能出兵 以至于比自己的外甥一达正宗都要晚 好在一光与德川家康交好 事先让家康跟猴子解释 好歹是确保了自己的领地 也是因此一光为了感谢家康 让自己的儿子最上加亲 成为了家康的侍童 1591年 猴子的义子风尘秀次来到山形 秀次一眼就相中了一光的女儿狙击 希望能将小美女纳为侧室 一光非常为难 一是狙击太小 只有11岁 二是自己非常喜爱这个女儿 可是又一想 当时的秀次已经是官白了 把女儿嫁给他肯定是吃不了亏 而且还能巴结猴子 反正早晚也是嫁 不如现在一举两得 于是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等狙击长大后便完婚 过了两年 他又将三子最上一亲 送给刚出生的风尘秀赖做侍童 反正是面片俱到 哪都不落下 1595年 狙击已经15岁 于是从山形城出发前往大阪 正式嫁入风尘家 结果就在当年 猴子给秀次定罪 秀次被迫切妇 其一家31口人皆被斩首 中间就包括刚到大阪的狙击 简直是千古其冤 总觉得这个时候的猴子 已经是疯了 一光听门爱女遭受牵连 夜不能寐 动用一切关系 希望能救下狙击 确实是太冤了 结果还是传来了女儿的噩耗 一光夫妇悲痛万分 妻子更是数日不尽时 最终郁郁而终 从此之后 一光恨透了猴子 开始一边倒着支持老朋友得传家康 甚至在猴子的茶会上 亲自为家康担任护卫 公开表态 自然而然 在官员之战的时候 一光坚定的站在了家康一方 1600年9月 惠金上山景圣 命天下第一陪陈 直将监续 率领大军进万出于最上市 一光鉴于双方实力的差距 命令放弃之城 集中力量守卫 长谷唐城 上山城和山行城 同时 一光派遣长子最上一康 向自己的外甥一达正宗求援 妹妹最上一击 也向儿子正宗写信 请求支援 在同为天下陪陈的 偏仓井刚的建议之下 郑宗亲帅 三千人支援最上家 而上山家的部队 也进军到了长谷唐城 至此 双方开始拉锯 此战与官员主战场 遥消呼应 双方都在等待 官员核战的结果 出人意料的是 官员之战 在一天之内就结束 加康胜意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这里 直将监续 只好烧毁阵地撤退 易光此时抓住时机 率领士兵追击 面对来势汹汹的易光 直将监续亲自殿后 战事异常惨烈 双方死伤无数 易光势头禁盟 是要将上山家主力消灭 以绝后患 可是在直将监续 和天下第一清奇者 前田庆次的勇猛作战之下 易光部队损失巨大 易光本人也在前田庆次的 冲锋之下险些丧命 自己的头盔都被敌方铁炮击中 数位加尘为保护易光而战死 在这种情况下 易光只好放弃追击 这便是著名的惨烈之战 长虎堂之战 宽原之后 易光的领地被夹缝至57万难 易光为了恢复实力 开始休养生息 清摇伯父 大力的发展领地农业 商业和手工业 并且继续营建组成山形城 使它成为了天下文明的城池 尤其对于领内的赋税 易光非常的宽松 对于很多匠人和技术人才 免去劳役 因此呢 易光在百姓口中的风评非常好 百姓们经常赞扬他 说最上元武郎 可是无视税意的 在他的治理下 领地的实际收入 达到了80到100万弹之间 因此易光也可以称得上是 百万弹大名 随着领内的情况越来越好 和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 易光开始想要隐居 过退休生活 然而一向与自己关系良好的 长子最上易康 却跟自己产生了矛盾 原来送给家康 做侍童的次子最上加亲 深受加康的信赖 为了自己的统治 加康有意让加亲 继任最上加加多 易光也不好说什么 况且这样安排 对最上加是最好的 于是易康这才非常不满意 随着父子两人的矛盾 闹得越来越激烈 同时由于家臣们希望加亲 计备的呼声也很高 于是易光便下定决心 着手肃清了易康的势力 并且责令易康隐居 结果易康在动身途中 突然遭到了家臣的暗杀 人们都说易康的死 是易光指示的 关于这件事 千古弥暗 谁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易光受益暗杀的易康 我觉得易光也并非毫无底线之人 从他颇高的门话修养就应该知道 这种事应该不会轻易的发生在他身上 虽然他也毫不犹豫的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弟最上一时 但毕竟那个时候属于明摆着你死我活的事情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最上一时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我们在这就不再多扯了 也不多他这一个 我认为易康肯定也做的比较过分 易光也不至于说非要下狠手杀害亲儿子 但是此时跟他脱不了干系 他不点头默认家臣敢杀他的儿子吗 可能就是你们看着办吧 反正我让他隐居了 杀与不杀跟我没关系了 然后这些好事的家臣 就打着为最上家着想的旗号 将易康暗杀 易光也就认了 而且近代的一些研究也表明 易光在得知易康死后悲痛不已 痛苦流涕 并且心里焦脆的为易康筹备葬礼 从侧面也能证明 父子两人不是你死我活的地步 况且当时的情况应该也不至于说 非要杀了易康 隐居或者流放都是可以的 只是说很多事情就是那么的微妙 留着吧是个祸害 杀了又可惜 那就干脆让别人解决吧 说起来 他跟他妹妹最上一击 都出现了杀害亲子的事情 而且都是谜案 1613年 易光前往郡府城 拜见大狱所 德川家康 结果当年开始发病 1614年 再回到山行后病逝 享年69岁 易光死后 次子最上加亲 接任加都 结果在1617年 加亲在山行城急死 死的比较着急 享年36岁 他死后 易光的孙子最上易俊 继任 结果呢 易俊无能 不得人望 最上加发生骚动 1622年 被幕府下令 改封到晋江国 只有一万弹的执行 后来又改到五千弹 失去了大明的身份 江户幕府时期呢 一万弹以上的武士 才有资格交大明 好歹呢 这血脉是一直得以延续 而对于最上加的中兴之主 最上元武郎易光 山行地区的百姓 在明治时期以前 一直都把他奉为大英雄 直到后来 由于他很多的事迹 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相悖 于是便出现了很多创作 让他有了奸雄的一面 然而史书上的记载 对他也大多包含赞扬之词 咱们来听听几个关于他的评价 义光公兼智人勇三德 其名誉高绝于是 尽灵莫有不从 凡初与十二郡之内 秋天成界所灵以外 众人皆赖于其人之一念之间 且因义光超越其智勇之祖顾也 吴勇忧于众人 其慈悲深厚 身续诸事 犹如父母怜爱其子也 其性宽柔而不行无道 且勇而不邪 实则君君则臣臣也 由此可见 义光时乃最上之雄主 战国之良将也 好的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